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个星期作客反省皇室南区 暂时就在屹占联赛榜第三位的太阳飞马 在星期六就会回到王国祥出战天行元朗 目前太阳飞马阵中 有老俊杰和厮杀两名商兵之外 其余的球员都可以后面上阵 由于未来会在八天中 要进行三场的硬仗 包括下星期二五十足总盃会再战南华 球员就需要轮换上阵 我想在双兵 要担心双兵 和在一个星期三场球的时候 如何轮换 如何在部份球员比较有疲态 真的要让他们踢少些 甚至乎休息 需要赢球之外 需要赢球之外 需要一个很大的考虑 和很大的轮换 去想在这段时间 太阳飞马在首巡环 曾经作客大胜元朗四比一 今次回到王国祥自然都会被看好 不过 踏入2014年 太阳飞马四场在旺角场 踢过的联赛 都是输球而回祸 会不会对球队构成压力呢 其实就 刚好在一月后 自己所有的主场都先后到输球 我想这个不是关 是不是主场突然间会变成 有影响 因为季初大家都很顺利 很有信心在自己的主场比赛 其实主场应该就是我们 最有信心的地方 回到去 其实是更好的 对球队 只不过半季里面 大家是经历了低潮那段时间 现在都慢慢克服了 在上一场球队 更加看到球队的信心 他们的发挥 在那个信心是回来的